所以今天我们在南传布派佛教 和显宗大圣佛教里面 很少见到 有哪一个大德 无论出家的大德 还是在家的大德 来向大家宣讲 金刚不坏的报身如何炼法 那么包括现在的密宗 特别是在藏传佛教这个体系 那么我们也很少看到 有师父出来宣讲 幻身炼法 什么是幻身 幻身 肉身是一个幻身 你现在照着镜子 看到自己的身体 它是一个幻身 虚幻之身 什么叫幻呢 幻就是因缘聚合而成的身体 这个叫幻身 可是你的身体是父母的精和血 BNA 是你组成的肉体 有细胞 有心肝脾肾肺 那么有躯壳 有皮肤 组成的一个幻身 这是因缘聚合而生成的身 当这个因缘坏的时候 当我们此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这个幻身会化成土 会烂成水 会消成灰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叫幻 梦幻的幻身 这个在我们密法里叫不净换身 不干净 为什么不干净 你们每一天不洗澡 身上就臭红 能叫它干净身吗 但是以前有一个老和尚 他是从自己得到之后 几十年从来没洗过一天早 一身衣服 他们出家人只有三衣 所以几十年没换 但是只要靠近他的人 闻到的都是特别清香的 像檀香一样的味道 不用洗澡 我们现在这些众生 你不要说 一个星期不洗澡了 你一天不洗澡 你回到家你就睡不着觉 为什么 浑身酸臭酸臭的 这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净 不干净 叫不净换身 也是一个身体 但是是虚幻的 好用的好一百年 用的不好几十年就坏了 就要换了 那么第二层换身 叫净换身 净换身就是开始 和这个不净来比 开始干净了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气身 由气组成的身体 这是在密宗的圆满次第里面 修气脉明点 由内在的清纯的气组合而成的气身 所以这个是对于不净换身来讲 它叫净的换身 这个气聚合起来可以出体 但是这个气呢 聚合起来成体能够出体 但是它离不开地球 地球上去以后 大家知道这个地球才有氧气氢气 你用气组合的 你一旦离开地球 到了太空 它叫刚风 地球的风是 不像我们人间的风一样 地球外太空的风 不像地球的风一样 有这个感觉有风吹 大风吹 七级八级风 但是你离开地球外的大气层之后 叫刚风 刚是一个四 底下一个正 叫刚风 它是不见这样的 吹来吹去的方 但是你上去什么东西 它都把你撕裂了 就整个人就撕裂了 所以这种你气神 到不了外太空 你不能够静虚空变法界 虽然是静神 甚至是可以出来影子神 但这还是一个换身 但是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必须借助我们的肉壳身 这个形体来练这一层的身 只有这一层的身 气脉 明点都通了以后 第三层叫光身 叫光阳身 那么用光形成的身体 是比气 它的密度 它的行军速度 行驶速度更快 大家可以以光速行驶 那么这在传统叫神身 一个叫气身 一个叫神明的神 神身 所以在传统 我们这个密法里面提到 原神 玉神 圣神 那么这个身体可以穿越 这个原神可以穿越 玉界六重天 往下的世界 这个包括了这个 玉界六重天 再往下的阿修罗界 人界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这六道 它可以穿越 并且六道众生 心静的时候 可以跟它沟通 可以跟它的叫 跟六道众生的神识身 而沟通 不是跟它的着重身沟通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原神身 原神是光做 但是因为它的次第 不是很高级 所以它不能去色界天 色界有十八重天 所以是在这个 这个换身的帮助下 光 允身的换身的帮助下 那么可以更提高 一个叫玉神身 玉神 玉是玉石的玉 这一层的换身 这一层的换身 因为它的这个 已经是透明的 所以是 它没有余望的染物 所以它叫 色界天的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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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就可以去 色界十八重天 包括光阴天 光阴天是我们这些地球人 原本生活的一个空间 我们原本是由光组合的身体的 所以你们看到仙女 都是穿的那个 沙衣 透明 乳白 那么沙衣 透明的 那么象征着是光组合的身体 在中国文化里面叫飞天 它在天上是以飞的形式 运动的 不是像我们地球 用两条腿走路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 另一层换身 那么但是这一层换身 不够广大圆满 所以继续修广大圆满换身 那么就是叫圣神 圣神换身 圣神换身 它可以去司空天 空无边处 降无边处 飞翔飞翔楚天 这个总共是司空天 就是色界司空天 是不是 色界司空天的众生 有命身体 有身体 但是它大 近虚空变法界 但是它还有 威系的我值 没有放下 它执着有一个我 所以说 那么它还在什么 还在这个六道里面 虽然是天界最高天 司空天 无色界天 但是还是有身体的 所以这个天人身很大 那么我们的圣神身 换身 这个用光做成的换身 可以去到这样的世界 那么在元玉圣 三神身 这个换身的帮助下 我们才练成 真正的金刚不坏身 就是出了六道 神和法界 静明神 圆满合一之神 这个就是 叫自信佛神 自信佛神 也叫圣应 圣应 不但中华文化 叫圣应 那么在西方基督文化里面 也叫圣应 也叫圣应 那么在传统中国的 道文化里 也叫圣应 这都没有 我回去 我们就会把了 就会帮你 看到这里 颜色 成员